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妈怎么样 我绝对不会跟她吵架的 大卫是从老家的小镇上考到南京来的 她的父母目不时钉 却培养出一个了不起的功课博士 在父母眼里 大卫是神童般的存在 所以当她带着常会 回家来见公婆的时候 面前这个瘦瘦小小的南方女生 根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儿媳妇 不管父母怎么哭闹 大卫就是认准了常会 坚决娶了她 2011年 常会在生孩子之前 大卫曾接母亲来伺候月子 常会进了代产时 拼命折腾一天一夜后 生出来一个女孩 母亲收拾了东西 就叫大卫买火车票送她回家 还叮嘱儿子 要赶紧生二胎 那时常会躺在病床上 气得直哭 今年春天 大卫的父亲去世了 他不忍心让母亲孤零零在家 就想把他接过来住一段时间 常会自然不能反对 毕竟是大卫的母亲 他不想让她为难 常会打定主意 不管婆婆有多过分 她都会装聋作哑 等婆婆真的进了家门 常会才发现 这装聋作哑也不是个简单技能 婆婆闲不住 说要去附近的超市转转 大半天的功夫她回来了 还带着一个小推车的大白菜 今天超市大白菜特价 每人现买两颗 我可是排了好几次队 才买了这一车 常会苦笑着 把大白菜拉进地下室 一颗颗码好 那段时间 家里上炖白菜炖粉条 下炖白菜炖豆腐 女儿小北一坐在饭桌前就皱眉 妈妈 我不想吃白菜了 即便这样 还是有一些白菜烂掉 被常会偷偷扔了 常会自我安慰 装聋作哑至少避免了正面冲突 她没想到 这装聋作哑并不是一副良药 它的副作用才刚刚开始 小北在家写作业 奶奶溜达过来 你这是写些啥呀 可不如你爸爸小时候写的字好看 一会儿奶奶在厨房里大叫 让小北去帮她捡绿豆 小北一直被打扰 气得直跳脚 常会赶紧对婆婆说 家附近有个公园 有不少老人在那里唱歌跳舞啥的 建议她出去玩玩 婆婆出去转了一圈 带回来一大堆东西 塑料瓶子 宣传单页 乱七八糟的摊在客厅里 常会问她捡这些东西干啥 婆婆语重心肠 你们就是不会过日子 这些都是能卖钱的 常会只好把这些东西先安置到地下室 地下室里垃圾越来越多 小北直抱怨 我的平衡车都没有地方割了 常会逐渐被这装聋作业 弄得焦头烂额 那天她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 网友给换了老年痴呆的妈妈买了玩具 老人反复玩着那个玩具 很高兴 常会有了灵感 她也可以把婆婆来做孩子哄 来引导 她偷偷地把婆婆那些垃圾扔掉了 然后给了她五十块钱 说是卖给收费品的了 婆婆拿着钱去买了菜 在饭桌上 她还教育小北 只有付出劳动才能有饭吃 常会和大伟相识一笑 附近的商务大厦里 有一家保健品公司 经常发现免费领礼物的传单 婆婆去过几次 领回过鸡蛋 挂面 塑料盆 卫生纸 婆婆每次领着东西回家 都昂首挺凶的 像个得胜归来的将军 常会就耐心地告诉她 那都是骗人的 你想 天上会有馅饼掉下的好事吗 他们给大家发免费礼物 是为了什么呢 她教育小北的时候 就是这样和风细雨 给她讲道理的 婆婆却跟她急了 我什么时候拿钱 买过他们东西了 我拿回来的每样东西 那都是免费的 婆婆越说越气 忽然地想起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把我捡来的东西都扔了 还骗我说卖了 你拿我当傻子呀 那天婆婆生气了 连晚饭都没吃 为了弥补过时 常会等婆婆情绪平息了 主动去找她聊天 以前婆婆喜欢跟他们续导 都是老家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她和大伟每次都忍耐地听着 左耳朵近 右耳朵出 妈 你在老家的时候 多干些什么呀 常会努力地想跟婆婆 建立沟通平台 婆婆却一眼看破了她 你不用呛和我说话 反正你们都没真想 听我说点啥 常会心里一惊 原来婆婆早就明白 他们的敷衍 婆婆自己找到了 理想的聊天对象 是小区门卫的五嫂 婆婆每天去找她玩 一聊就是大半天 每次回来都很满足的样子 常会猜想 婆婆肯定是去控诉儿媳妇了 只要婆婆能说得痛快 她也不介意了 有一天 常会从门卫上经过 五嫂拉住了她 小常啊 其实你婆婆呀 是个好人 常会有点尴尬 五嫂继续说 知道你们孝顺 啥都不让她干 可她天天闲在家里 就会觉得自己不中用了 常会这才明白 婆婆大清早去超市排队 有什么活动就去凑热闹 去领各种免费的东西 她甚至去捡瓶子和纸壳 就是想证明 她对这个家还是有用的 她之前想哄小孩那样 来哄婆婆 她其实并不开心 晚上常会 拿回家一张传单 是附近的药店 邀请老人参加免份养生讲座 还要发本书 她把传单交给婆婆 药店明天有活动 要是想去的话 可以和楼下的王大妈一起 婆婆愣了下 你不怕我被人家骗钱了 我妈可是火眼金睛 怎么可能被他们骗呢 常会决定 不再替婆婆做决定 她已经跟婆婆讲过厉害了 得尊重她自己的选择 婆婆白了她一眼 没说话 那天大伟在外地的项目 出了问题 她叫公司加了一夜半 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回来 让常会给她收拾行李 送到公司 她直接去赶飞机 婆婆看大伟 一晚上没回家就很着急 现在一看常会收拾东西 她慌了 这是出啥事了呀 常会跟她也解释不清楚 就说 您别管了 是大伟工作上的事 婆婆急了 她是我儿子 我怎么能不管了 常会警觉自己又犯了错 停下来 简单地给她做了解释 大伟公司在外地施工现场 出了安全问题 她现在需要过去处理 您放心 大伟没事 她只是去工作 对了 您送小北去上学吧 我没时间送她了 婆婆接受了任务 一脸的庄重严肃 行 你别管了 我去送小北上学 其实常会完全可以带着小北一起 顺路送她到学校 但常会特意让婆婆去送小北 就是为了让她感觉到 她在分担着这个家的重任 周末常会去婆婆屋里 发现她正在补一双破了洞的袜子 以前她会脱口而出 您还补这些干什么 我去给你买几双新的 现在她已经理解了 婆婆行动背后的逻辑 她不喜欢看电视 又不会上网 只是需要找件事情来打发时间 常会坐在一边 看着婆婆手下的袜子 针脚细密匀称 硬是被捕出了艺术品的感觉 她把家里那些花色好看的碎布 统统找了出来 拿给了婆婆 之前她就很喜欢 那些碎布拼接的手工艺品 遗憾的是自己不会针线 常会负责出创意和图案 婆婆做针线指导 婆媳俩玩起了碎布拼接 常会感叹自己的笨手笨脚 婆婆却说自己的针线活儿 都是被逼出来的 两人手里剪着布头 聊着婆婆年轻时候 白天去地里干活儿 晚上还要给一家老小做鞋 他们的第一批作品 成了家里餐饮上的作店 欢欢绿绿的 和整个家的色调并不协调 但盛在有个性 有喜欢的朋友 甚至问他们是在哪里买的 十月底 公园里举行一年一度 闲置物品交换会 常会和婆婆拿着他们 联合缝制的碎布沙发店 给小北交换会 一整套的茶礼酒食 可把小北高兴坏了 她爱不释手的样子 让奶奶非常自豪 常会也由衷地笑了 婆婆是有过 让她伤心失望的时候 但本质上她不坏 也并不是针对常会 重男轻女的思想 在她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一时间让她不在意 那也是不可能的 好在在和小北的朝夕相处中 常会也能感觉出 婆婆是真心实意地爱护她 事无巨细地照顾她 小北在婆婆心中的分量 丝毫不比她儿子轻 这样就够了 一家人总要往前看 才能做出更和谐的生活乐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